如果我的父母朋友或者其他的人 不认同我的伴侣的话 那我该怎么办呢 其他的人怎么看你们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对方 当你不断的去追求别人的认可的时候 你在追求的就是别人的生活 哈喽各位高价值女孩 你好 欢迎来到最实际的幸福教学 情人节就快到了 在这里祝福有情人的你 情人节快乐 也祝福单身的你 很快的会找到你的情人 和他一起幸福快乐的过下去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的一个话题呢 就是关于情人之间会有的问题 如果我的父母朋友或者其他的人 不认同我的伴侣的话 那我该怎么办呢 当我们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之后呢 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就是啊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呢 不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了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呢 也包括了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其他有关联的人 和我的伴侣的问题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所以人家都会说啊 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关系 需要在同时间去兼顾 那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 但是被家人反对的话 你可以怎么处理呢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位私人学员啊 所面对的真实的问题 他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了 但是呢妈妈却不怎么同意 原因是因为呢 妈妈呢其实已经和前夫离婚 她是自己一个人带大孩子的 所以对妈妈而言呢 金钱的稳定很重要 那不是说她的男朋友没有金钱的稳定 反而她的男朋友其实工作OK 薪水也OK 然后也有对自己的财务做打算 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人 但是妈妈的眼里却会认为说啊 女儿你应该要找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男人 绝对不要随便的就接受一个普通的男人 这是妈妈的角度 但是女儿却觉得 其实我并不想要这样子的爱情 我想要的是一个真正为我一起共同付出的一个男人 我想要的是一个认真对我好的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是一个有上进心 而且是一个可以被信任的男人 他就是我要的男人啊 所以当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以前 首先我们就要第一点了解 感情最重要的是感情里面的这两个人 不是其他的人 当你跟你的伴侣在一起之后 你跟你的伴侣的关系是独立的 这个伴侣的关系是和父母的关系分开的 你和你伴侣两个人之间是怎样 和这一些外人是没有关联的 如果这一些外人都不看好你们 但你和你的伴侣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稳定 非常非常的坚固 那就没有问题 同时间如果其他的人一直都认为你们应该在一起 但是你却觉得这一个人不适合你 这也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决定 和其他人没有关系 所以第一点 感情中最重要的是感情里面的这两个人 不是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怎么看你们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对方 你是否能够100%的接受对方 你是否100%的爱对方 在十多年前当我跟Alan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Alan的妈妈也不太接受我 那原因是因为呢我来自一个单亲家庭 对他而言呢他以前固有的认知是 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可能长大了之后呢 没有那么的健康 然后可能心态不太那么的正确 所以他总会觉得我的家庭背景太复杂了 他不太喜欢我 那时候呢他就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可以表现得出他真的不太接受我 但是非常非常庆幸的一件事情是 不管怎么样 当时候我跟Alan还是决定的继续的在一起 是因为我清楚的知道 我谈恋爱的对象是Alan 我谈恋爱的对象不是他的家庭 他的家庭怎么样看待我不是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Alan到底怎么样看待我 所以那时候我们决定继续的在一起 然后在十多年之后 也让他的妈妈真正的改观了 才发现原来不是每一个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 都是有问题的孩子 也让他知道了原来我是一个好女孩 原来我可以成为一个好伴侣 所以在后来我们的关系也变得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稳定 那在前提我跟Alan关系能够走的那么长久 首先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关系当中 我们两个人怎么样看对方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其他人 第二点我们需要理解的就是 我们想要父母去认同我们的伴侣 是因为我们想要得到被认可的感觉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总是被灌输了 只要你是一个乖孩子 大家都会对你好 只要你是一个坏孩子 大家就会非常的生气呢 所以我们总会呢想要去做正确的事情 去讨好我们的父母啦 讨好我们的老师啦等等 这导致我们养成了一种讨好型的人格 想去得到别人说我很好 当别人说我不好的时候我就担心 我就会想要去积极的改进我自己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 所以同样的当你的伴侣被拒绝的时候 我们很常的习惯就是 那我需要去证实给对方知道 我的伴侣是很好的 你一定要接受我的伴侣 你错误了 或者我们想要去做更多的事情 来去买一些礼物啦 来去让父母喜欢我们的伴侣 但是要知道这些事情其实都没有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解决根源问题 根源问题是你的父母为什么要总是插手孩子的决定呢 如果孩子已经长大了 为什么不要学会尊重孩子的决定呢 孩子已经来到这个年纪了 孩子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啊 孩子的未来是孩子的啊 我们作为父母的应该要懂得放手 让孩子自己去经历自己的人生啊 父母自己也曾经年轻过 父母也曾经做过一些决定 让他自己的父母不同意啊 但是如果现今的父母想要强迫孩子去接受自己的意见 而不给孩子自由的去做自己的决定的话 那这是父母自己需要学习的课题啊 所以作为孩子的你 你要做的决定不是得到父母的肯定 你要做的是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好的 不需要让父母操心 自己做了决定之后 后果是如何自己去承担 那当你可以自己承担 不管是好的后果 不好的后果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一个大人了 所以第二点 请止追求别人的认可 当你不断的去追求别人的认可的时候 你在追求的就是别人的生活 而第三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坦白的告知父母 并且继续的尊重他们 那我觉得父母其实来到最后 父母的出发点就是为孩子好 父母总是希望孩子过得比自己更好 没有父母想要一手摧毁自己孩子的人生的 每个父母的出发点 不管他做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都想要你好 所以父母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对的 什么样方法是可以帮助你变好的 他只是用着他自己知道的方法来去对你好 但未必这些他所知道的方法是真的对你好 所以我们该做的事情不是因为父母反对我的伴侣 所以我就跟他撕破脸我就生气他和他吵架 这绝对是错误的事情 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还没有伴侣出现以前 我们就有了父母的关系 如果没有父母就不会有我们 所以绝对绝对不用去必须去跟父母争到谁对谁错 因为父母有自己的想法 你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可以继续的保有我们双方各自的想法 但是我们只要懂得互相的尊重那就OK了 虽然当时候Alan的妈妈不太接受我 她觉得不想要Alan和我交往 但是当时候Alan并没有和他吵架 而当然我也没有要求Alan要做些什么事情 反而我们要继续的去尊重我们的父母 让父母知道你可以安心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这是我接下来我的人生 你就放心吧 你就继续的过好你的生活 我会继续的尊重你把你当成是父母来对待 因为你是我的父母 但同时间我也在尊重着我的伴侣 因为这是我自己接下来的人生 所以只要继续的尊重你的父母 同时间让你们的人生过得更加的好 长期下来 时间会告诉你的父母 你的决定是对的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必须要是 你选择到的是一个真正对的人 一个价值观和你符合非常正直的一个人 那这一些才能够运用得上 所以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 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对的伴侣 怎么样可以成功的吸引任何我喜欢的对象 你可以点击以下的网址来去参加我们的免费培训班 因为在培训班上我会跟你分享更多 怎么样让你从单身一路发展到情侣关系 甚至步入婚姻 BTA的三大法则帮助你成功的找到属于你的对的人 我希望可以在培训班上见到你哦 我们培训班上再见吧 拜拜